环球网军事报道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0月24日报道 美国空军发布声明表示 B-52恢复24小时警戒的计划确实存在 但并非迫在眉睫 美国空军发言人陈青 目前正在进行基础设施的升级准备 比如说警报设施 但要储存等等 这是保持战备水平的必要条件 此前美国空军也经常这样做 这是组织训练和装备工作的一部分 以便于空军部队随时响应命令出动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10月22日报道 美国空军正准备将B-52H战略轰炸机 重新恢复冷战时期的24小时警戒值班 美空军参谋长大卫顾德芬将军证实了这个消息 他进一步指出该计划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或事件 而是更多考虑的是全球形势的变化 以及如何确保美国空军不断进步 在这样一个有人公开讨论使用核武器的世界 重要的是保持警惕和寻找新方法来反制 顾德芬同时表示如今已经不再是冷战时美苏争霸的时代了 当时只有苏联是美国旗鼓枪当的对手 而现在世界上有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这使得美国空军维持核威者能力前所未有的重要